好 我們剛剛有看到桃園醫院清零計畫 今天已經進入了第二天 那大家還很關心呢 台灣還有沒有可能在今年六月 就可以開始施打新冠疫苗 另外呢 還有身為醫師 竟然趁著女友居家檢疫 兩度探視還留宿過夜 主管機關今天是祭出了重罰 等一下我們都會有詳細的報導 就先來看到呢 隨著全球各國開始施打新冠疫苗 台灣民眾也在問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到新冠疫苗呢 指揮官陳時中今天就表示了 世衛的COVAX疫苗 將會在二月底率先發放給印度 巴基斯坦這些未開發的國家 台灣也在其中 不過呢 外傳這一批COVAX名單 並沒有台灣 指揮中心也特別說明 那是因為呢 台灣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呢 不在這個名單上 是很正常的 而新冠疫苗確定會陸續進來 所以請民眾不用擔心 不會辛苦排排隊就是要打到新冠病毒疫苗 歐洲各國開放施打疫苗 那在台灣何時能取得指揮中心 這樣回應 松口證實首批COVAX疫苗也有台灣的份 不過外傳首批名單當中 沒有台灣的名字 對此指揮中心這樣回應 而疫苗的優先施打順序也同時公佈 打了疫苗之後順利的話 能在第四季就可以逐步開放國門 不過鄰國日本疫情嚴峻 對此陳志忠對於鄰國的疫情 一月七號一直到好像過了一個禮拜 到達最高峰 那之後就慢慢的就往下降 那進來其實情況是變得比較好 折折邊境鬆綁 陳志忠強調不會一次跳一大節 也要根據國內疫苗的涵蓋率 以及防疫新生活的落實 民眾若想出國散散心 這恐怕還是得再忍耐一會兒了 反日新聞 外山李希亭 她也報導